这场沙尘暴在当地时间下午5点左右 袭击米尔杜拉镇很快四周陷入了一片黑暗 一个小时之后天空才重现光明 附近城镇也因此发布了剧烈天气警报 维多利亚省气象局在推特上指出 这场袭击维多利亚省多个城镇的沙尘暴 最高阵风达到了每小时有87公里 至于在美国库罗拉多州则是经常